然后被淘汰之后呢 很多微博网友真的非常善良 很多微博网友给我发私欺安慰我 说小北你加油 你是最棒的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 但当时真的不用安慰了 你知道吧 因为当时我已经被淘汰一个月了 其实理由很简单 我觉得跟大家说 大家一定能明白 因为我们线上节目是提前录制的嘛 第七期我被淘汰的时候 我们才播了两期 而且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就是在节目播出之前 是不能关注 啊 比赛金要哪一部啦 谁都冠军啦 王免不配 这都不行你知道吧 但那个时候已经有人都认出来了 那个时候我在上海大街上走 突然有一天有个大哥认出来 他说 哎 你是小北吗 讲脱口秀那个 我说我是 你好 你好 他说小北今天我特别看好你 我觉得今天独冠 我说大哥我加油吧 我加油吧 谢谢你 然后我转身就走了 大哥真的非常喜欢我 因为我走之后他也没有走 他站在我的身后 跟随我走路节奏 边在我背后喊 小北冠军 小北冠军 我先走边那儿哭 大哥你别说了 我签了报名协议啊